这些都是孩子送我的母亲节礼物 今天介绍的十三件补风新衣服 穿起来舒服又透气 看起来优雅又大方 你好,我是宝妮奶奶 哇,好多新衣服哦 这些都是孩子送我的母亲节礼物 你们想看我穿新衣服吗 今天就来做衣服穿搭介绍哦 我很喜欢这家的衣服 他们大部分的材质都是用缅码制作的 重点是它是鼓风发纹设计的 还有袖口下摆的版型 做得比较宽大 可以做自奶奶胖胖的手臂肚子和屁股 让奶奶穿起来比较舒服飘逸 显得比较年轻可爱哦 这种一般的T恤 版型没有特别的设计 虽然穿起来很可爱 但是手臂 肚子 屁股 还有这一般紧身的裤子 大腿 小腿都包得紧紧的 显得我的腿好粗哦 我身上穿的蓝色衣服 还有这件黄色的洋装 和这件绿色的洋装 都在以前的影片出现过 你们都应该都有看过吧 现在就开始来新衣服的穿搭 这个系列的洋装有两个颜色 它的材质是丝柔的 蓝色这件 领口是活跃边的 袖口有个小圈圈裸空 颜色是建成的 越下面越深蓝色哦 还有漂亮的花朵 它的下摆 两边都有开叉 天气凉的时候 也可以搭配个外套哦 粉红色这件 领口有复古的感觉 有个小小的V字 加上小扣子 这个袖口很可爱哦 颜色也是粉色建成的哦 粉色这件的花布一样呢 它只有一边开叉哦 配做种黑色小外套也很出色哦 这一系列的洋装有三个颜色 葬青色 茉莉色 紫色 它们的材质是棉麻的哦 三件的领口和下摆都有不同的造型 葬青色的领口 葬青色的领口有小串珠 下摆的图腾是樱花哦 两边都有开叉 虽然很简单 虽然很简单 但很有特色哦 搭配奶奶这复古的外套是不是很好看啊 茉莉色这件的领口有复古小V领 胸口还有一个图腾 下摆有很大方的荷叶设计 两边都有开叉哦 这复古风看起来像古典美人啊 紫色这件是小圆铃 有两个可爱的小锤珠 有漂亮的荷花 下摆有一边开叉哦 下面有做斜边剪裁 可以看出紫色的深浅颜色哦 裙摆的鞋边剪裁 是不是很出色啊 配上球鞋也很可爱哦 这次新买了五件不同颜色的上衣 它们也是缅码材质 黄色这件领口有两个小扣子 还有大大的荷叶 加上下摆有壮色的拼贴 是不是很特别啊 粉色这件领口有小圈圈 胸口有两条无限的剪裁 加上可爱的花朵 是不是很优雅啊 茉莉色这件是复古风的领口 加上可爱的花朵图腾 最特别的是下摆有内切剪裁开叉 是不是很活泼呢 茉莉色这件领口有串组 加上对角线的向日腿 下摆呢 两边比较长 中间比较短 有一个大大的弧度哦 深蓝色这件领口有一个大圈圈加两个串组 下摆有一个大大的叶子图腾 是不是很古典大方呢 这次还买了三件新裤子哦 是水仿沙的材质呢 有黑色的 深蓝色的 还有浅灰色 它们都很好搭配哦 裤管很宽松 穿着很舒服 还有它们的设计都不一样哦 黑色这一件前面加一片剪裁 穿起来像裤裙一样哦 深蓝色这件有个扣缓的腰带 加上宽松的裤管 穿起来很舒服飘逸哦 浅灰色这件啊 裤管两边都有扣子的设计哦 而且下边都有开叉 穿起来是不是很优牙大方呢 嗯 嗯 嗯 哎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介绍的13件古风新衣服 材质都不错哦 穿起来舒服又透气 看起来优雅又大方 相关资讯在下面的资讯栏可以看看哦 夏天快到了 老人家怕热 太热了容易头晕 穿衣服不只要看起来好看 舒服透气也很重要哦 母亲姐快到了 祝福天下的妈妈每天都快乐 宝妮奶奶的频道有 人生的故事 新时代冒险 七十年代日本流血 奶奶上菜和长者山西 欢迎订阅宝妮奶奶 支持奶奶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姜妹妹们记得 我愿意 你这一位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这位